制工穿梭市场宣导野生动物卖国家 因为中国大陆政府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检测到大量的新型冠状病毒 因此中国大陆农业部 林业局等三个部门 发表联合声明 禁止野生动物市场交易 饲养场所必须加以隔离 并且禁止运输野生动物直到疫情结束 清洁人员狂洒消毒液加强清扫 政府除了大动作改善市场环境 也进一步管控人口移动 国务院办公厅27号发布 关于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知 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 至2月2号农历正月初九星期日 2月3号星期一起正常上班 上班族延到2月3号才开工 至于大专院校中小学和幼稚园的开学日 还得等教育部门另行通知 因为春运期间 疫情发源地武汉的流动人口超乎想象的多 市长也表示不排除武汉还会增加一千个病例 与此同时北京出现一名九个月大女婴的确诊病例 是目前年纪最小 为了防控疫情 中国大陆各地的风景区纷纷关闭 香港迪士尼和海洋公园也都暂停开放 大家经过走不行的编译